近日 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科研团队 在全球首次发现了一种5亿多年前的虾型化石 被命名为张氏麒麟虾 此次发现的化石样本有6个 均来自于中国云南成江动物群 其中相对完整的化石样本长7厘米 外形酷丝虾但又有所不同 此次朱茂岩协研究组成员在成江动物群中找到了一块关键化石 该化石是截肢动物演化的过渡型物种 它拥有真截肢动物的躯干 寒武器怪物的五只眼睛 齐瞎心的捕食复肢 有着5.2亿年的历史 它保存了很多常规化石 所保存不了的一些生物解剖学信息 除了谷歌以外 轮科以外 包括它一些神经系统 消化系统 这样一些眼睛 这样一些不易保存的这种 很容易腐烂的这些生物学细节 它都保存下来了 所以给我们揭示某一个生物 到底在演化树上的位置 提供了这样足够的解剖学信息 该化石与中国古代神话中的锐兽麒麟类似 所以它被誉为寒武器的麒麟 学名张氏麒麟虾 我们把它叫做寒武器的麒麟 实际上是一个过渡性的物种 什么过渡性 是现在我们地球上最成功的 节肢动物的一个祖先 填补了一个演化 生物学上的一个空白 研究团队还运用多种技术手段 对麒麟虾化石 进行了精细的演化分析 结果显示 麒麟虾的演化位置 正好是奇虾等生物 进化成真正节肢动物的一种过渡类群 它的出现填补了节肢动物起源中 缺失的关键环节